大家好 我是嘉儀 歡迎加入鞋港人生 我是嗎 好 今天的來賓一樣呢 是Area02的大獅 這個主題呢 大獅來講 絕對最適合 真的嗎 Class League 大家常常會看到一個畫面是什麼 灌籃之後呢 接下來黑哥就會送一雙灌籃的鞋 然後剛好就是我們Area02提供的 那所以呢 在挑鞋的過程怎麼挑 然後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是我們挑嗎 還是球員可以選自己想要的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在送這個鞋子 我們會看球員的Style 跟他的感覺 幫他精心打造 當然如果有認識的球員 比如說像長拿的一些 長拿 長換拿 比如說 真香 真香 我不說 我不說 就是我們可能就會看一下他最近有什麼喜好 或是他缺什麼 看他的穿搭最近偏好什麼風 對對對 缺了什麼顏色 畢竟長長拿嘛 長長換嘛 然後或是我們會私底下問他 要偏好最近買一雙型這樣 因為他們磁色其實很大 對對對 因為翔軍就 好 好 好 喂 大概15號 15號左右啦 好啦 15號的鹹母真香 沒有啦 好 進去 我想要問的是 像比如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開始知道說要玩這個小提案的時候 你們有時候聽到提案的時候想法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想要全力支持 因為其實跟我們的球鞋 我們最喜歡就是球鞋 然後剛好我們幾個人 在一起合作這幾個同事一樣的 我們最喜歡的是籃球 對 我們都是因為籃球 然後球鞋就連結然後來做這個 對 那所以我們對當初一聽到這個我們就很興奮 因為其實我們很喜歡看那個比賽不管是哪一個 像T老師也是一樣 我們就很喜歡看到 我們也很巧要讓球員在不只是在場上 帥 來場下也帥 好 對那尤其是你要講老實講本土的要扣籃 這麼的容易啊 誰知道 扣來個一二十雙 沒有啦 哇塞這麼厲害 對 對那你們有聽說過 譬如說有從哪裡傳聞聽到說哪個球員很希望可以拿到Area02 這個灌籃送的鞋 然後很努力的在練球的嗎 因為其實我場邊賽或訪問的時候其實有問到這一題 有沒有為了想要拿灌籃的鞋 今天就是有什麼就盡力比較出手 比較敢出手這樣 我覺得比較驚豔 對我來的比較驚豔是凱燕那一球 對那凱燕那就是 因為我應該是說在場上要看他扣來 應該知道 可是凱燕打球就能扣啦 對啊 可是他在場上也有機會扣 沒有這麼容易 對 我想他那一場下來應該腳是扣金 不會啊 打後 我覺得打後會比前鋒有機會扣 對啊 應該扣上他的戰線 沒錯沒錯 可是就是說他那個 衝上去的那個爆發 讓我也覺得 鬆折上去也比較適合 對 然後不管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都是激勵 球員在場上的一個表現 對激勵球員場上的表現 場下生活也要一樣的算 好 講到這裡找到的大支 要講的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都會知道 預牌鞋 預牌登記 為什麼我每次知道的時候都是結束的 然後但我到底要怎麼知道 下個月 欸這個 嗅覺在哪裡 我要知道哪雙鞋才是有可能 接下來下一個月要 送藥的鞋 嗅覺在這裡 鼻子啊 要聞 不是為什麼每次 你們 為什麼每次你們都可以知道 好快速的知道 像我每次知道的時候都是 欸沒我了 好 其實我相信斯巴哥在之前有很多經驗 我們在 古時候 古時候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年紀是要講古時候嗎 就是我們在小時候我們在排學 就是每個人 當時就是只有網站 然後就是 就是查資訊 不管的去查一些相關的去 然後到了年紀要因為 現在比較 孤魯中年 對 孤魯中年 就有一些門路 然後剛好我們有一些 窗口跟資訊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了解到大概 大概的什麼時候會做這些什麼 那其實重點就是不斷的去 就像我們 比如說喜歡一個商品 或是喜歡一樣事物 我們就會不斷去專業 做功課啦 做功課很重要 如果你不想要你做功課 就我們來幫你做 就鎖定我們的節目 跟彼此的社群就可以了 其實零和平台也有 沒錯 是鎖定 就是我們的節目 然後Area零和E8哥 然後就可以 就是跟著我們的Follow 那下個月你覺得 比較夯會心會是哪一種 下個月來講 我們現在有一雙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像 那一雙紅色 那一雙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當然 這個月上市的 也是很重要的一雙鞋子 那至於下個月這兩雙鞋 大概在價格區間 有沒有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呢 讓我掐這一雙 認真加 你還不會擋一雙 很難很難知道 其實紅色的那個 Reverse Bridge 其實它因為它在現在有綠色的 我們除了青竹石嘛 那其實價格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是 那所以紅色 我相信也不會低於它 大概一萬多 接近兩萬吧 我才會 我決定滿三萬多耶 真的假的 可是它沒有鞋盒耶 這個我... 尷尬 對啊 沒有鞋盒 其實是比較特殊一點 業不業的購在你們家 對,我們可能... 我們是一下私訊 私訊 私訊 好,價格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到時候看一下 到底市場的需求度 而決定價格多廣吧 嗯,還有十一代也是 十一代的話 下個月會上大概... 因為定價其實八千多 是 好期待喔 才也差不多... 不會差太多 也是差六到一萬之間 除了十一代之外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最近才出的那個 GOLD 對,Travis Scott的GOLD 那我相信... 因為現在來講 其實在十月份已經上市 但是貨當時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當時的價錢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有標到三萬多、四萬 四萬多 那... 十一月的時候 其他開始會大量的上市 所以價格應該會再降一點點 我們估計大概在兩萬多 兩萬多、三萬左右 所以你想要買這雙 然後一直不敢下手的 欸,這個時間點就是好使用 其實老觀念嘛 就是... 找到買找享受 對,沒錯 而且剛才其實包括 大支獎的十一代 也是很多人會想要的 那至於在十一代的部分 下一集我們就來聊這雙鞋吧 鞋跟男生 我們下次再見 年底要到了 有非常多的Party 不管是聖誕節或跨年 我挑選的穿搭 就是這一雙 JORDAN的十一代 因為紅黑的配色 聖誕節 紅色很適合 跨年當然要喜氣癢癢 怎麼穿搭呢 像我今天這樣的 白襯衫加背心 來一雙 JORDAN十一代 絕對是你Party上的早點囉